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車型是KRV 然後我們今天來介紹呢 是一組JSTC為KRV180生產製造的一個 風靜加造靜遷移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目前各位所看到的呢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呢 這個JSTC所生產製造的這個 專位KRV所製造的這個風靜潛移 那JSTC呢 在風靜潛移製造上呢 都有非常專業的領域在 尤其他們家的所有的潛移的 像這種大型的潛移的部分呢 它內部的支架一定都是從 車台部位做延伸出來 它不會只有鎖塑膠點 它一定是從內部的 一整個支架的結構 車台的某一個部分延伸出來 所以呢 它基本上呢 我們看一下喔 你這樣在晃它呢 都不會只有上半部在晃 它非常的牢靠 也不會說讓你吸起來 這個整個招勁是這樣子 一整個在晃這樣子 因為它基本上 我們光看這邊鎖點 它不是這個整個鎖點在晃的 它是一整個我在搖 所以因為是架中柱 它基本上都不太會晃的 這是他們家的一個 有車台延伸出來的一個專密站 然後呢 加上這個彈拓式的一個照後鏡 然後風鏡 那風鏡呢 在賣一個參觀機器的新品牌 所有兩種可以選擇 那第一個呢 是各位所看到的這個就是 這個法式的風鏡組 那法式的風鏡組呢 是屬於叫這個 呃 有角的一個設的部分 然後呢 都是薰A的一個設計 那這STC的這一組風鏡前移呢 它是可以調角度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角度部分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 把鏡頭拉近一點看一下 它這個會有一個間隙 可以有一個餘域去調整 它有兩段 第一個呢 你可以調風鏡的前後 就是你放鬆之後 你可以調風鏡的 有沒有 風鏡的高低是可以 前後是可以調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這個是快拆 在下面這裡 現在 中指指的一個間斷這個部分 這邊也有一個快拆 那你拆開之後 你可以調這個 風鏡的一個 上下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現在一隻手不好操作 那基本上呢 你如果下面放鬆的話 是可以調風鏡的上下的一個調整 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基本上呢 因應個人的所喜愛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呢 你在調整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隨自己的喜好下去做一個調整站 加好之後呢 跟腳踏車快菜一樣 鎖緊就好了 非常方便 然後我們看它一個組支架的一個結構 然後以這一組的風鏡加前移來說呢 它是分成 內鐵一個部分 還有外鐵 外鐵部分加上造金做一個延伸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 使用的這個 金屬材都非常厚 它不是那種薄薄的一個部分 尤其像這個轉折之後 它有加一個強度 一個強度 一個直立的 它讓這個部位呢 成為一個90度的一個夾角 所以在這個強度上是非常棒的 它也不會因為我這樣壓著 而彎曲變形 那我們看到 所有的公司 全部從這個 內部的這個 鐵延伸出來的 然後呢 非常的穩固 然後呢 在這個風鏡的部分 它這個風鏡就是 當你碎掉之後呢 不會變成蜘蛛網 然後去傷到人 它這個風鏡是屬於 那個 抗衝擊的一種風鏡在 然後 厚度也有 不是那種非常多的 厚度的話 都有不錯的一個水準在 事實上呢 在 這個風鏡前移的部分呢 還是有很多 不是說只有 人家做得好 不是說只有 只有淡淡的 做那個樣子出來而已 那包含 鏡片是使用藍鏡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在這裡要特別講一下 有些人會認為說 奇怪 那為什麼我藍鏡 會看不清楚 你藍鏡會看不清楚 是因為你買了很爛的藍鏡 而不是代表藍鏡不好 那不然像之前呢 有一些高級車 它也是用藍鏡的部分 基本上 藍鏡在製作呢 不管你是像 買JST 或像 MAKASI的藍鏡 都有一個不錯的品質在 就是因為 它不是只有 鍍單層的一個 染色藍鏡 而是它裡面還有 鍍個之後 再鍍藍模 所以呢 它的 防眩光的效率 各方面都不錯 當然如果你買 很便宜的藍鏡的話呢 它只有單純 鍍外表一層 它並沒有鍍內層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看起來 尤其是像 後方來的車 如果照到你 你會覺得全部都花掉了 那原因就是 因為你選擇了很便宜的東西 一分錢一分厚 絕對沒有那種 又便宜又很好的東西 然後包含 JSTC的支架 JST的照後鏡 都會在這裡有 JSTC的質樣 然後包含 JSTC的支架 這個都是鋁融金的禁骨 加上它的 照後鏡的關節 一定不是那種 手融式的關節 一定是用 一種就是 類似壓核式的一種方式 然後呢 在你 這種好處就是 加上談片的事情 這種好處就是 當你在 不管是倒車的時候 或者是說 照鏡去勾到東西 用力勾扯的時候 它會 它會 這一根的 進骨跟底座 它會 從這個地方 會斷掉做脫離 會從這裡 斷掉做脫離 那為了就是 保護騎乘駕駛的安全 盡量的從這裡斷掉 不要從這裡斷掉 因為這裡斷掉是有危險性的 從這裡斷掉的話 那當然 整個方面呢 比較不會有尖銳的尺角產生 然後這個部分呢 比較會有尖銳的尺角產生 而去造成駕駛的一個二次長 那KRV的部分呢 其實JSTC有做很多種的這個 款式的潛移 那麥克商戶機器 我們都有賣 一種是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封鏡加照鏡潛移 搭配的封鏡兩種 一種是現在各位看到法式 那另外一種是類法 可以到我們的網頁看一下 然後照鏡都是使用這種 這個加長型的530的一個款式 那我們還有一種就是呢 封鏡加上另外一種底座 然後你可以裝SIMOTA的這個 碳纖維照鏡 或者是短板的530的照鏡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那個沒有封鏡 單純的前移的部分 那單純前移的部分呢 也有兩種 一種是標準的前移 位置會比較下面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使用SIMOTA的這個 這個照鏡的底座 那分別在這左右兩邊 但是沒有封鏡 它一樣可以裝SIMOTA照鏡 或是這個 這個這個短板的530 那個照鏡的一個前移的部分 那不管我們剛剛講的哪一種 賣個倉庫機的精品 我們通通有 那喜歡朋友們參考 看看我幫賣個倉庫機的精品 再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